哈利波特奎迪奇锦标赛终于入库了一档库 9月份PS港服一档汇免游戏已经可以下载了 按说一共有三款 但是现在只能看到两款 另外9月中旬二档汇免库有几个游戏要出库 这个视频一起说一下 这是一个棒球游戏 9月3号发布 首发进了一档汇免 这个月一档汇免游戏领取的截止日期是10月1号 在8点之前都可以领取 在港服商店特别是免费游戏库里边这种棒球游戏不多 如果你喜欢棒球游戏可以尝试一下 第二款游戏小小梦魇2 这是一个冒险动作游戏 万代难梦空的 我看预告还有一个叫哈利波特奎迪奇 现在还没有进来 估计你们看到的时候可能会进来了 这几个游戏都没啥意思 还不如玩黑悟空呢 好下面说一下即将出库的二档会员游戏 第一个是地平线2西之绝境 如果还没玩的赶紧玩 这个游戏画面算是PS5的天花板 这批游戏将会在9月17号早8点出库 也就意味着9月17号早8点新一批的二档酷游戏会入库 第二款要出库的游戏是漫威暗夜之子 第三款是异形 这是个英文版 第四个尼尔人工生命 还没有玩的赶快玩 这个入库有一年吗 第五款这个叫灵魂旅人 这个游戏没玩过啊 玩过的同学给说一下 埃吉恩给了9分 剩下的这几个都是星之海洋 史克威尔的游戏 星之海洋5中韩文版 这是同一个游戏是英文版 这是日文版 这三个其实同一个游戏 后面这两个也是同一个游戏 只不过是语言不一样 这是英文 不过这是三档会员库的 时间一转 我们来到了第二天 哈利波特奎蒂奇锦标赛 终于入库了一档库 这是首发入库 24年9月3号 现在在每月游戏里面 这个封面图右侧有三款游戏 点击查看 一共是这三款游戏了 这是一个动作运动奇幻类别的游戏 支持中文界面 不过评分差一点 只有3.45分 这个我认识是马粪 好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给各位参考